龙珠超,第六宇宙纳美克星人童话全族人确实力仍不高,宝量不保质。 在龙珠中,童话是纳美克星人一种独有的合体方式,两个纳美克星人可以通过童话成一个人来获得巨大的力量。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孙家大保姆比克与内陆同化,后来又和神合体,成为超级纳美克星人,获得了与十七号旗鼓相当的力量。 比克和神本就是一个人分裂成的两个人,神的战斗力大致还停留在龙珠前期的程度,在二百到三百左右,比克经过解王星的修炼,战斗力达到了将近十万,内陆战斗力在弗利萨探测器测量下有四万左右。 比克与内陆战斗力同化之后,战斗力一下暴增到百万以上,能与弗利萨二星态差不多打成平手。 后来在沙鲁出现之后,神同意与比克合体,合体后的比克能与十七号打成平手。 根据当时的实力关系,十七号是强于十八号的,十八号又几乎可以秒杀超级萨人一阶的贝吉塔,超级贝吉塔也要略强过当时的超级悟空和超级未来特兰克斯的,也就是远强于弗利萨。 而在此前,比克经过三年的修炼,实力大幅提升,但还是远远没有达到变身超赛的悟空和贝吉塔的水准,但后来和战斗力仅有几百的神科体之后,又有了爆发式的提高。 除了比克之外,后面出现童话的情况有两次,一次是在力量大会中,为了拯救自己的宇宙。 第六宇宙所有纳美克星人童话成两个人萨欧纳尔和皮利娜来参赛。 参考比克的童话,这两个人应该会有很强的力量才对。 但事实上,他们两个的表现可以说相当拉胯。 动画中,在大会的前段时间他俩一直在等待童话的力量稳定下来,但随后与悟饭和比克战斗时的表现,真的是对不起那些牺牲自己与他们童话的众多纳美克星人同胞。 虽然只同换过一个人的比克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,但是他们俩联手与变身神秘形态的悟饭也只能打平,完全没有占到一点便宜。 最后让无犯一人拖住,被比克的一个全力的魔罐光沙炮打穿身体而击落擂台。 另一次是在《魔罗篇》,魔罗来到纳美克星,也遇到了几个经过十几人童话的战斗型纳美克星人反抗,但结果却是被魔罗轻松妙杀,魔罗虽然依靠魔力打败悟空和贝极塔,但当时战斗力大致在超蓝水准。 所以说这里童话的纳美克星人实力也不是很强。 如果按照比克和内陆还有神那样几十倍的涨幅,第六宇宙纳美克星人同化了一个星球的人,虽然纳美克星人数量稀少,但几十人还是有的,经过了几十次的童话, 理论上战斗力会有一个巨大的提高。 不过他俩实力稳定之后最终也只达到了超三水准,两个人与神秘物犯二打一还只能打成平手。 毕竟超三相比超一也只是八倍的提高。 可以说,除了比克,另外的都提高得太少了。 不过这个原因并不是主角光环,也不是剧情需要,而是由比克本身的实力决定。 比克,也就是神的前身,在分离前就是纳美克星人中最强的战士,根据纳美克星大长老的说法,如果神不分裂,贝吉塔和纳巴都不是对手。 而内鲁也是大长老手下的人,也是纳美克星唯一能和弗利萨军团战斗的人。 说到这,就能找到原因所在了,比克和内鲁都是最强的也是少有的最强的纳美克星人。 事实上,纳美克星人整体大多数都不具备很强的战斗力,除了极少数的长老和战斗型纳美克星人,很多人的连弗利萨手下的小兵都不如。 因此,两个资质最高的人同化,战幅自然要大得多,而其他资质很低的人即使同化,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力量增长。 所以虽然第六宇宙纳美克星人同化了全族的人,对战摩洛的也同化了十几个人,但他们大多战斗力都远比比克和内鲁低得多,因此即使同化也不会有比克那样的几十倍的涨幅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